节目开始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以往谈到韩国车 普遍有品质不好的印象 但是近年来在欧洲的新车评件中 韩国车厂不但获得亮眼成绩 也已经位居世界第三 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KNCAP扮演了重要角色 24年来韩国的新车评件计划逐年升级 不但发展出独有的测试项目 在前方全宽撞击的测试 速度还高于EURNCAP 另外像是电动车 轻能车 也都会纳入测试 独立特派员记者楼亚军 郑仲宏前往韩国 了解KNCAP如何透过测试标准的提升 带动车辆安全的升级 以及这个评件机构如何运作 来维持它的公正性 这是韩国KNCAP首次接受媒体拍摄测试过程 特别难得珍贵 虽然台韩国情不同 但是他山之石 仍可以作为台湾KNCAP的借境 一起来看我们的深入报道 1999年韩国成立新车评件计划 不只提升车辆安全 同时结合产业发展 评件结果获得社会信任 24年来KNCAP发展出独有的测试项目 以及更高的测试规格 韩国的安全计划是 正面触规格计划的速度是50km KNCAP在这些法律的安全计划 比较高的规格计划 正面触规格计划 安全计划的安全计划 评计划 评计划 早期韩国车品质不佳 甚至被戏称为可乐罐 如今韩国品牌位居世界第三大 并在欧洲的新车评件中 旅火加击 回溯到1999年 政府成立KNCAP 对车辆安全的提升 扮演重要角色 距离首尔约两小时 车程的经济道 就是韩国汽车安全研究院的所在地 新车评件的测试场地就在这里 这是KNCAP首次对外开放测试过程 就连当地媒体都没有拍摄过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2023年新车碰撞测试的整备工作 受测车款正式一辆韩国车 接下来、腾体的实力 受测试中的实力 创造权不在意 重议看法器上 CAP在逛的位置上 这些列植的说明 做因素的实力 因素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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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 und素ос的 embora 适合来 所以能夠有這個結果 這次NCAP的衝突評價試驗 是有信用性的 準備工作 有關測試結果 必須反复測量 人口身上因為裝設感應器 溫度必須維持在21度上下 只要衝突時出現 人物的上海資訊 尤其是暫時的危險 發生的因素 KNCAP成立之初 參考美國的制度 24年來 韓國已經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評鑑模式 KNCAP在2013年 總共等級制度 2023年 現在是 衝突安全性分野 外部通行者安全性分野 四國防疫安全性分野 三個分野 全都在21項目製造的制度 歐洲的評鑑標準 被視為NCAP組織的領頭羊 不過韓國有個測試項目 撞擊速度高於歐洲 哎哀想線 餘泉 韓國安安全機與青山 上系統中碳充TP 綷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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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綷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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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产业协会表示 这项评件计划刚开始导入时 受测车辆连气囊数都不够 但是随着测试标准提升 车辆的安全性也跟着升级 사고 예방安全性 항목에도 撞击测试时车厂人员会到现场观看 不同地区的NCAP都有这样的做法 撞击后也会将初步资讯告知车厂 翻滚测试是这里独有的 测试项目 这位计程车司机就是依照KNCAP的新等来选择营业车辆 这些结果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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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结果就出现了 普通的国民是政府对新车安全证评论的评论度上的评论度 但不认为韩国的新车安全证评论 美国和欧洲的新车安全证评论也必须参考上去看一看 早期KNCAP以测试国产车为主 随着进口车越来越多开始纳入测试 各地的评件标准不同 结果也可能不同 此外 同一款车不同地区的生产规格也可能有所差异 这款电动车在欧洲获得五颗星 但是在韩国却只获得三星的评价 一例如Tesla Model 3的 경우 欧洲联系的第二个 在欧洲联系的游客行动上体制准备 全都得到个一个点 但在欧洲联系的游客行动上体制准备 在欧洲所内的游客试确上 没有连達到20km吧 你甚至没有生产机的游客行动上体制准备 便能接触了弄不耐火力 因此他们在欧洲联系的游客行动上体制准备 在欧洲联系的游客行动上体制准备 我们可以评促去评议 这个结果曾经引发争议 最终车商承认 贩售至韩国的车辆有问题 而进行改善与升级 台湾在选车与购车方式上 引发消费者疑虑 韩国的做法略有不同 自贱人和车辆车通过 自剧车辆车车辆车离 460km 这设讨 funktions 韓國的這項測試 在副駕駛座多設置了一個人偶 並在頭部裝上追蹤器 觀察頭部的運動軌跡 多了一個人偶的測試 可以更全面地觀察 在碰撞過程中 對乘客的傷害情形 對乘客的傷害和中傷害的危險 可以控制中傷害的安全障礙 正常的行動 同時,同時的傷害 整體,頭部,腹部等的傷害 正常的傷害 採訪小組還拍攝到 一個即將納入的測試項目 當發生事故時 車輛會自動向救護單位 發出緊急呼叫 在關注的測試項目 在進入新的測試項目之前 KNCAP會先與車商共同討論 過程中的測試項目 рассказ上這樣的事情 不是atorijak priorities 和達率 blingů 所提供的中國 提供役 ederim 東西 造型我的 而且 買一條 多無若拙法 保持 當中某 經濃 比較 calming ушки 24年來測試的車種越來越多元 隨著電動車的數目增加 相關的安全議題也被納入考量 這款輕能車2018年在歐洲跟韓國都進行過撞擊測試 根據KNCAP人員表示 歐洲在測試的時候氫氣並沒有加滿 韓國則是在幾乎加滿的狀況下進行測試 不斷前進的KNCAP測試規格逐年提升 國土交通部針對未來也定下新世代的目標 國政府是以未來自動車可備性能力、電車車輛和車輛性能力的安全性能力 未来摩ビリティ时代에 걸맞는 자동차安全度 평가로 지속 발전시킨과 동시에 자동차 생애 전주기 관점의 온실가스 배출량 자동차 실내 공기실과 같이 자동차의 친환경성을 평가하는 그린앤캡을 도입하는 등 안전도와 친환경성을 아우르는 자동차 동압 평가 제도로 지속 발전시킬 계획입니다 虽然国情各有不同 하지만 타山之石 仍可以作为 台湾新车评件的借境 韩国KNCAP成立24年来 有效提升韩国国产车的安全性 这也是今年刚成立的 台湾KNCAP重要目标 透过他山之石的经验 在因地制宜 台湾KNCAP如何公正有效运作 独立塔派员也会持续观察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再加上ани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